说我们的每一个题目部分的话 每一类的题目 目录部分的话 你们也可以稍微看一下 那能够学到什么 第一类是基本程式设计 那也就是我们像上个礼拜 讲的那个变数部分 还有一些什么输入输出 就是input output等等的 还有一些像是算数运算值 像加减乘除 还有那个person person是流余数 上礼拜有讲过 另外还有像数学函数 数学函数的部分 有一些要引入的 像input那个mass的那个类别 才可以用 另外的话还有格式化输出 比如说我要取到 小数点的第二位 或者第一位的话 比如小数点 那我要格式化 要怎么格式化 这边可能会用到format的那个函数 目前还没讲到 不过之后会再提到 第二类的话是选择去处 所谓选择去处就是 其实就逻辑 如果你们用过类似以色尔的话 应该叫if 然后一般是if 如果是为true 那就进到逻辑 如果为force是跳开 OK 那顶多是说会有个else else的话如果为true还是进 可是else是反之 如果相反的那我要执行什么 所以我称他第一个if就是一重逻辑 这一重 那这个是两重逻辑 那如果多重逻辑的话 其实就是if 其实这边应该还有一个 就是如果多重好几个的话 第一个 其实你这边可以怎么样 可以把我先把他付 其实这边应该比较正确应该是 应该是if 第一个 else是反之 应该这个应该放后面 应该是第二个是放elf 那再来的话如果还有第三个 还是elf 如果说你这边有多重的话 你可以一直elf下去 所以如果说你有选择不止一个的话 那你可以elfelf一直elf下去 那这个部分的话就是多重的逻辑 那当然VBA里面有select case 其实也类似这种东西 或者switch 那Java里面的switch也是类似 可以多重 那这个是第二类部分 叫做选择叙述 我喜欢叫逻辑 那第三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回圈 回圈 那回圈里面最重要的就是那个for回圈 跟那个while回圈 这两个东西其实在任何语言里面也都有 就是VBA也是for回圈 然后 不过while的话 他除了用file一般习惯是要dofile dofile什么 那这两个回圈最大的差别 其实主要就差在for回圈是会有个范围 你要给他一个范围 比如说你一个串列里面的值 或者是说第几个到第几个 那那个VBA里面为习惯用地几列到地几列 类似这种概念 那如果说呢 假如你不知道哪一个范围的话 那你可以用file file后面的话是加一个逻辑判断 如果为true就进到回圈 如果为false就跳零回圈 所以他有点是判断 在要不要执行那个动作 这两者的话会互相搭配 OK 什么时候会搭配后面还会再讲到 你不限制次数的话就是用file回圈 那再来的话就是第四类的话 就是进阶的那个控制流程 进阶控制流程 那基本上就是怎么样 把上面这三类的东西综合起来的结果 OK 叫进阶控制流程 那如果那个正道考试的话 这个地方他是20分 所以这一题他有点像上面三类的综合 OK 所以我上次上场讲过就是说 如果你要做打的话 你不妨干脆直接从那个第四类开始做 不过前提是你要有把握 因为这一题做完就是20分 那CP值最高的 OK 也就是你要拿直接就拿20分 那其他的话就是file file的话在任何语言里面也都有 就是一般我称他叫制定的 这个file不是内建的 有别于里面已经提供给你的file 那我们可以定义自己要的这种file file的主要就是你传递给他参数 他会feedback 给return一个结果给你 当然呢你如果没有return值就类似像VBA里面sab 就是反正跑完就算了 你不要给我return任何值也OK 那这种部分的话就是他要考你的 那怎么样使用建立那个函式或者叫函数 然后等等的怎么传递参数怎么传回资料 return资料等等的 那这个是第五类 那第六类的话呢就是我们前面也有提到所谓的list 就是所谓的串列 OK串列 有没有我们在上次上课 那个x4里面 后面中瓜5里面就是一个串列 那串列的话跟其他语言 那个如果你有学过就是类似像正列 但跟正列最大的不一样 其实就是正列里面要相同的资料形态 但是串列里面呢可以不用 也就是你里面有的可以放数字 整数你也可以放辅典 然后你也可以放文字 甚至你还可以再放一个串列在里面 所以这个串列的弹性非常大 那我觉得这个是还蛮合理 因为以前的那种语言 他只能放一种资料形态 那如果说我今天大数据分析好了 我来的资料可能不确定 我从网路撈下来的资料 可能有的是数字 有的是文字 有的是有小数点 那你只能叫我这第一个那我怎么办 那我这就很麻烦了 所以基本上我觉得他比较符合大数据分析 要的那样的东西 那也有点像以色友 以色友里面你会发现 以色友里面的储存格 你刚开始输入 你输入什么东西都可以 有没有输入数字输入文字 那其实也类似像这种感觉 以色友弹性还蛮大的 其实那个储存格就有点像 他预先帮你已经定义好一个变数 反正你爱放什么就放什么 那他不是只有一个储存格 他是很多储存格 那一栏一个栏我想象 其实你可以想象成一个栏就是一个串列 如果你要很多栏你就建立很多个串列就好了 不过那个Python跟Excel最大的不一样 Excel他是看得到的 就是视觉化的嘛 但是Python是看不到的 因为他放在记忆体里面 所以你有时候写程式 跟用Excel最大的差异是 你可能要比较有想象力 你要想象那个东西放在那个位置 就跟你把资料输入到Excel 其实道理是一样的 只是差别一个是看不到 像Python 一个是看到Excel OK 不过未来当然趋势也是 你不能说永远都是 你一边看到一边做 因为看到面要人工处理 一个人在那边当机器人 每天要复制贴帐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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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累不累很累啊 对不对 然后有没有效率非常没效率 对不对 有没有这个必要 我倒觉得没有必要啊 对不对 一个人自己 如果以后你看到一个人在那边复制贴帐帐 你就叫他说 请你去学VBA吧 你VBA都学不好 那你这个事情一定没办法 很快做完 因为如果你VBA写完的话 反正就把你的工作流程 变成一个程式嘛 跑个回圈 逻辑判断 结果就出来了 那 如果不会啊 真的每天就突发练张 所以为什么现在大家都一定要学程式 哪怕是一般的行政人员 因为我现在教很多学生 其实都不是 那个资讯背景的 也不是那个IT人员 也不是MIS 就是一般 数务工作人员 他为什么要选 因为他提高效率啊 提高效率之后呢 他也不只是为老板 因为他做完之后 他也可以不要告诉老板说 老板我做完了 反正他就装忙嘛 等到下班前再教的老板 一样嘛 对不对 那至少他可以轻松一点 他也可以不用加班嘛 对不对 因为我问了很多 你会不会跟老板讲 不会啊 干嘛跟他讲 跟他讲 他不会给我加薪 他只会给我加工作吧 对吧 这也是没办法啊 不过有时候这当然是 在这种职场环境底下 他一个 算是自处的一个方法 这也无可厚非 但我是觉得聪明的老板 他就要想到 我不是说我要 一直这种恶性循环 我发现有些企业老板聪明 他就干脆直接把我 请到他们企业里面 帮他们员工上课 我就摆明 我就教你们 你们每个人都要会 你没有说你不会的理由 所以其实我觉得 像有些金融业也不好混 因为老板已经把人都请到公司了 而且已经跟大家讲说 你们一定要会 你们不会都不行 不过这个好处 整个企业的竞争力 也都提高起来了 你看随便一个人 哪怕是坐柜台的 他都会写程式 那这种趋势 这样一往下去 真的你如果在那个环境里 你不会这些东西 你这混不下去了 对 即便是你是资深的老鸟 你连城市都搞不清楚 底下人都会 每个人都会 你都冻嘴巴而已 对不对 你没有说服力 所以怎么办呢 那个资深老鸟 他也要跳下来 而且恐怕也要走在第一线 他没有办法说还要 有的可能是没几年就要退休了 但看这种情况下 这几年不好混 可能最后一最后几年 你不会把成